各位同学实在是万分抱歉 上期视频我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把一个重要的人物关系给搞洒皮了 今天重新给大家梳理一下 结合上一期视频 包你轻松描懂所有人物关系 你是否觉得王氏家族这些人物名字 取得太相似了 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我发现原来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 就是他们的姓氏 跟咱们东方人继承姓氏的方式 居然是一样的 首先葛福雷跟玛丽卡生下了三个孩子 分别是老大葛德文 老二蒙格特和老三蒙格 老二老三的顺序可能会颠倒 我不确定 这个比较特殊 只有老大葛德文继承了葛这个姓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葛这个姓比较重要 它代表的是黄金血统 因为葛福雷开创的是黄金时代 所以只能由王储来继承 剩下的俩孩得跟太子区分开来 所以就用了类似数族的办法 取姓为蒙 虽然他们都是一个妈生的 但是老大的地位 别人不能撼动 好接下来是拉达刚跟雷纳拉的三个孩子 全都姓拉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就是拉达刚跟玛丽卡自交 生下的双胞胎兄妹 米凯拉和马连尼 这个米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他们都是M开头的词汇 如果我把它换成马凯拉和马连尼 你是否瞬间就明白了 这俩孩继承的是女神玛丽卡的姓氏 讲道理只有葛姓才具备继承王位的姓氏 但是皇帝被扫地出门后 拉尼瞅准时机把王储给弄死了 那这到底是王次子来继承王位 还是王孙子来继承王位 就不一定了 王孙子是谁 就是葛德文的儿子 接织者葛瑞克 他自称为黄金君王 他确实也在优先继承王位的顺序上 奈何他身上的神族血统太少 他自身实力又很弱 所以他的两个叔叔纷纷起了二心 一个是想抢夺王位 一个是想另立门户 那其他的各方实力 一看你们都乱成那样了 我们凭啥还听你们的呀 要说继承王位的权利 谁还不是个半神呀 于是就群雄割据 接踵而至的就是碎片战争 说到这儿 我猜测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玛丽卡痛失爱子 已经很伤心了 而他的儿子和孙子 又在这时候打起了 爱尔登法环和王位的主意 他一气之下 干脆砸碎爱尔登法环 所有孩子干脆人均一块 谁也别争了 但恰恰就是这个举动 让大家都觉得 自己有做王的潜质 于是大家反而都开始争了 只有拉尼才不稀罕这玩意儿 这就是他想看到的混乱局面 以便让群星将来有机可乘 我知道喜欢拉尼的人挺多的 但是咱不得不承认 本作拉尼就是个脚屎棍的角色 咱不能因为人家的颜值 连基础的是非都判断不了了 脚屎棍可不是纯粹的坏蛋角色 他们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有点不惜一切代价的感觉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 城府极深 并且特别懂得折服起来 我们可以去看看 乔治和佩奇 是不是总喜欢在自己的剧本里 安排一个脚屎棍的角色 全有理谁是脚屎棍 小指头 关键时刻毒死关键人物 是正局动荡 宫崎的早期作品 恶魔之魂和黑魂一 貌似没有脚屎棍 黑魂二有脚屎棍 但是不是宫崎英高的作品 黑魂三 脚踪杀利问 那是又坏又脚屎 之狼太明显了 我都不用说了吧 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发弹幕 或者留言告诉那些 不知道的小伙伴们 一个好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这个脚屎棍的存在 所以才会那么精彩 最后好是再次向大家道个歉 上期视频把大家给坑了 这期节目是给上期视频打的补丁 通过这两期视频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能对老头环的剧情 有个粗略的认识 最起码不会像原先那么蒙圈了 有些观众说话挺难听的 我可以理解 但是咱们最好不要 那么轻易的就全盘否定掉 别人做出的正向价值贡献 我是好诗 这期就不求大家关注了 只求大家原谅就行